大家好,我杨风 中东地区再度出现变局 这一次是中东地区的三角力量 同时寻求与中国增进关系 前两天的消息 据以色列时报于6月26日的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下个月访问中国 报道称 此前,拜登已经明确地表示 短期之内不会邀请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 因此,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华的行程表明了 他对华盛顿的越来越失去耐心 这则消息已经于27日由内塔尼亚胡证实了 内塔尼亚胡宣布 他已经获得了北京的邀请 前往中国进行访问 许多国家元首访华 就算是美国的盟友访问北京 可能不算是什么大消息 但,以色列总理在这时候访华 意义大为不同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以色列是美国的盟国 而且,中美两国现在的气氛不好 其实,美国的盟国领袖访问中国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去年11月,德国总理硕士访问中国 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 法国和德国是欧洲大国 是欧盟的核心国家 背后还有欧盟这个大组织罩着 所以说,欧盟也在很大沉重上 被美国渗透 但是,仍然是全球举足轻重的联盟 过去,德国和法国领袖也曾经访问中国 尤其是德国前总理默克尔 在其16年的任期之内 曾经12次访华 这是欧洲个别领袖访华的最高纪录 几乎是每一年都来中国访问 其实,内塔尼亚胡曾经三次访问中国 上一次是2017年 但是,现在的中美关系不好 如果是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大国 也就罢了 但以色列是一个罪恶小国 所以说,以色列的军事力量 在中东地区也堪称是一个小霸王 但毕竟不是德法两国的体量 也没有类似欧盟这样的经济联盟罩着 第二,以色列不仅仅是美国的盟国 还是美国的监使盟国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支柱力量 就如同英国之于欧洲大陆 以及日本之于中俄两国 这是为什么美国大量军援以色列的原因之一 并且,以色列周遭都是阿拉伯国家 面临阿拉伯世界的包围 过去,以色列就曾经同阿拉伯国家 打过五次的伊阿战争 又称为中东战争 以色列在军事安全上高度仰赖美国 也仰赖美国提供的军事武器 照道理 以色列在国际上的一些重要动向 都需要通报美国 智慧美国 获得美国的同意 或是谅解之后行事 第三,以色列接受了美国大量的军事援助 以色列从1948年建国以来 美国就一直支持以色列 并且,对以色列提供援助 总计到了2020年 美国向以色列提供146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援助金额 是2360亿美元 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 占了美国对全球援助的55% 以色列一个国家就超过了一半 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相当于以色列自身国防预算的20% 所以,以色列不仅仅是军事安全上仰赖美国 而且还大量的接受美国的援助 拿了人家大笔的金钱 然而,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要访问中国 却未必是拜登政府同意的举动 内塔尼亚胡正是访问中国 正值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紧张之际 首先是,拜登政府不同意内塔尼亚胡 在以色列推动的司法改革计划 这项司法改革计划在3月的时候 曾经引爆以色列国内的大量的抗议活动 拜登政府和以色列的抗议人士认为 内塔尼亚胡推动这项司法改革计划 是为了要扩全 因此,拜登政府表示 不会于短期之内邀请内塔尼亚胡访美 并且还警告以色列 不能够继续推动引发争议的司法改革 内塔尼亚胡期待访美 却不得其门而入 美国阻碍内塔尼亚胡的司法改革计划 也恼怒了内塔尼亚胡 内塔尼亚胡方面表示 不会一直等待一个不可能出现的白宫访问邀请 数有强硬派称号的内塔尼亚胡 开始寻找自己的路 开展其他的工作 因此,中国就成了内塔尼亚胡的另一个选择 这就来到了今天的重点 为什么内塔尼亚胡要访问中国 它有什么目的呢? 第一,内塔尼亚胡需要为自己的政治声望 执政团队寻求突破 内塔尼亚胡推动了司法改革计划 受困于国内的反对派 以及许多以色列的民众 也同时受制于美国拜登政府的反对 第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出现衰退 2021年3月下旬 伊朗同中国签订了维基25年的战略协议之后 美国受到了压力 因而同伊朗进行核谈判 但以色列担忧伊朗的核计划 反对美国同伊朗进行核谈判 以色列认为 美国需要停止核谈判 继续对伊朗制裁 但是 以色列的诉求却违背了美国的利益 两年下来 以色列同美国在这方面争论不下 再加上 2021年8月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已经大不如前 由于中东地区出现了变局 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是越来越被动 内塔尼亚胡需要为以色列寻求突破口 第三 为以色列寻求外交突破 今年3月 伊朗与沙特两国的外交人员 于北京会晤之后宣告 两国将恢复外交关系 其后 阿拉伯国家联盟接纳叙利亚重新进入阿盟 叙利亚将恢复阿拉伯成员国的资格 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走向和解 阿拉伯国家联盟走向和解 就意味着以色列将再度被阿拉伯国家势力包围 这对以色列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只不过 美国目前在中东地区 似乎是自顾不暇 2021年和2022年 拜登曾经分别呼吁 沙特与沙特领导的 OPEC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增产石油 以降低国际石油的价格 然而 沙特等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对美国的呼吁不理睬 反而决定减少石油的产出 刺激油价 美国在中东地区势力衰退的三部曲 一 中国和伊朗的战略协议 中国势力实质地进入中东 二 美国对沙特等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影响力衰退了 三 北京促使伊朗与沙特和解 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阿拉伯国家的和解 在这三部曲的基础之下 中国的影响力深入中东地区 这表现在上河组织扩原 以及多个中东地区的国家 同中国大陆进行人民币结算 或是本币贸易结算 这些方面影响所及 是由美元出现了松动的情形 对于这些变化 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可以说是深切感受 可以这么说 内塔尼亚胡访问中国 绝对不是因为拜登不打算邀请他访问美国 因而要借此同拜登的决定 别个苗头 而是因为大环境使然 以色列经过五次的以阿战争 对国际环境的变化 嗅觉非常敏锐 为了国家的生存 必须要未雨绸缪 及早应对 不能够单单掉在美国这棵大树上 内塔尼亚胡访问中国的举动 证明了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种选择 是除美国之外的第二种选择 这一点是确定无疑 接下来的重点 内塔尼亚胡将如何寻求突破 如何进行呢? 中东地区的变局起始于哪里? 最简单的说法是中国势力的崛起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英国与法国的势力逐渐从中东地区撤出 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和苏联的影响力 1991年12月26日 苏联宣布解体 从此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一加独大 受此影响 一直被美国压制 制裁的伊朗也难以抬头 因为没有其他的势力可以介入中东地区 一直到中国的崛起 2021年3月 中医两国的战略协议 标志着 中东地区势力版图的改变 因此 当以色列感到周遭环境改变之后 立即想到中国 2022年4月 以色列央行宣布 首次将人民币纳入该国的外汇储备 同时降低美元和欧元的储备的比重 以色列外汇储备的改变 阿拉伯国家回复到上个世纪的团结合作 这对以色列形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因此 内塔尼亚胡有可能寻求北京的帮忙 调解与阿拉伯国家 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纷争 同时 由于以色列 也出面寻求中国的帮忙 这会让中国的影响力 再度升入中东 再度扩大 北京因而将成为中东地区新的调停者 和美国不同的是 美国过去在中东地区所扮演的调停者角色 其立场并不是十分的中立 美国在更多方面采取离岸平衡者的策略 而非是调停 而北京也并不想要在中东地区当一个调停者 北京所扮演的角色是调和 为中东地区国家提供调和的机会 提供免去冲突的机会 北京并不直接涉入中东事务 而调和之后 是大家共同发展 共创繁荣 这是与美国不同的地方 也因此 中国获得该地区国家的信任 影响力也快速深入该地区 我们做一个结论 之前 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势力是美国第一 俄罗斯第二 如今 中国崛起 中东地区形成中美俄三大国的角逐 不同于美国和俄罗斯 中国在此地区扮演着和平与和解推动者的角色 为该地区注入一股新的力量 新的风貌 中东地区领受中国的影响力 却不用像过去那样 面临的是战争与冲突 而是和平与发展 另外 以色列充分理解 周遭环境的改变 知道在该地区 不可能完全依赖美国 必须要寻求中国的力量 中国的影响力 到了这时候 中东地区内部的三角力量 以色列 伊朗和沙特阿拉伯 都寻求增进同中国的关系 这又再一次的证明 北京对美争斗的战略是对的 北京在西太平洋 面对美国步步紧逼 不慌不忙 也不寻求同美国与西太平洋 一决始战 而是采取 东边拒止 西边前进的战略 这项战略的好处是 东边拒止美国 美国的势力无法再前进一步 然而 北京往西边前进 却是一步步的迈出步伐 两年下来 颇有战获 这是我们在两年多前 特别指出的 北京所采取的战略路线 2021年8月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美国的目的是想要集中资源 在西太平洋对付中国 拜登政府在当时的设想 胜美 胜有魄力和决心 对吧 那时候 也有许多国际的观察家们 赞赏拜登政府 在这方面的规划 只可惜 规划甚好 但是终究不敌 北京在战略方面的谋略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这里是风云天下 杨福时评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